欢迎回来正在进行的是 今天的第一大场长沙涛博 对阵的杭州老干爹大鹅 比分是老干爹大鹅1比0暂时领先 听完了评论系的复盘 怎么说 涛博选了个红啊 我们只能说他那套这种 他玩的不熟悉 但是他今天状态到底怎么样 一局比赛还不好讲 但是这局应该就能看出来了 看看老黑这里是怎么想的吧 因为其实昨天在看数据的时候 我对于涛博的印象就是 他的主宰控制率要远高于 他的暴君控制率 虽然总体的控龙率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这个数据偏向是很明显的 然后包括刚刚上一局 也是一直在打上路 是的 这首沈梦西写在脸上了 蒙田加火舞 看看后置的班位上 长沙涛博上一局 马超阿古躲 其实用掉东西并不是很多 就把大桥给处理 露娜加首约不敢 崩了一套 什么戏选出来 要啥呢 用什么来康特 赵怀珍 这一凶康特不了 你打你自己的 你康特他没意思 你看着他就是拿个银正之种去压一压 也压不住 因为要比中路节奏快的没有比他更快的 对 他太全面了 夏洛特加赵怀珍 这个是我们想看的 怀特 看看效果 主要看看顾兴的这个赵怀珍出装上会不会有变化 对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版本赵怀珍他的大招这个免伤比例是下降了 要跟他的AD伤害来挂钩 就是他强还是强的 他的这个打法 他的这个机制在这 这英雄不会差 对 但是没有之前那么低 他之前出一身肉都有那个效果 就是以前可以无脑堆肉 现在可能过了那个阶段 就是后面你可能适当要补一些装备 比方说爆裂啊 或者是破磨刀 来补一下他的AD损伤 可以保证他到了后期 免伤能打出70% 王兆君 还是这套 他现在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好接了 虽然影响不大吧 就是改动的更新公告里面 只是说他的这个二技能击退时间变短 但其实如果大家实战 可以发现一技能回拉的那个时间 也变短了一点点 没错 应该影响不大 职业选手的配合 你要就差那几秒 零点几秒你就接不上了 那你本来也接不上了 那也可能不太合格啊 看看后制的版围上 哦 米神想要 道夫 道夫 你真的不怕道夫吗 你跟米神要签名转 你得跟他 哎哎哎 真的亏贼 刚刚后制的版围上 鲁班大师 宫孙礼 封射守卫 决翼这个点 上去把他的联方 一个是评论器反过提到的 哦可以 敌人杰可以 要不要拿呢 赵怀珍加敌人杰加王兆君那套会更爆炸 就定点爆破 对 你走过最长的路 太一心 那也有可能会拿孙上香他想保一个后期 是的 看看有可能先看后面 他主要是把射手位做counter位 嗯 他能选的很多孙上香啊 包括说像这个前面说到敌人节 实在不行 其实连鱼姬都是个选择 蓝其实也是这个春节赛才刚刚登场的 我觉得他在前面第一轮的发挥也是让我觉得很不错的一个行人 挺平稳的 就是不会有太大的失误 嗯 牛气冲天决一纯爷们 牛魔 这是个开团阵 来个什么马可 那这把有太乙爆转 萌呀 往上冲 这稳的话就是 哇凶凶凶够凶 这英雄其实出场率虽然不高 但是胜率也接近70%多 很厉害 但是大部分都是莱西奥配明世影 对 但是他的话就这局的话 你一般这种两种配法吧 那射手要么选个自保的自己玩 要么就跟着往上冲 你跟着往上冲就三个英雄 大小姐驾到 要么去转 要么去轰 要么就是这个了 追击 对 这把不是靠旋转了 这把腾空 击飞 效果差不多 孙尚湘 我觉得 张甲教练的想法应该是觉得这个太乙真一亮 大概率就是个孙尚湘了 所以想跟对面拼一下后期 就是这把 这孙尔湘 我感觉不是个奥虎 虽然说有个太乙在 但感觉工本牛膜 各种背开 还有沈梦溪下大血线 一定要知道老干爹本质上 是个打架队 我以为他本质上是旋转 本质上是个旋转队 他是要一起往上旋转 他不是一个人旋转 平子老师 我 饿了 我看到了 看出来了 找他啊 看下牛膜加沈梦溪加工本加夏洛顿 基本上全是开端手 全是往后排打的 这把的话 我想想查他我怎么打 这把怀特加上一个王兆军 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 顾兴他 呃 赵卫生那个出装思路 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看看 这把他以谁为轴 上一把我觉得他太依赖苏莫 平老师这个手是什么意思 只能吃三块的 哈哈哈哈 好了 就是我是觉得他如果要去反制 你靠防是肯定防不住的 你只能先下手为强 主动出击 对 你先打个检员出来 他这个阵容不是没有先手能力的 你旋转我入地 对 我跟你先做个冰雕看一看 嗯 就是你与其等先手不如自己来 其实上一把就是长二套博慢慢的 犹豫犹豫 拖过了自己最强的法力棋 嗯 而且这个程容说实话 虽然说感觉 虽然像不太好活 但是 如果你一波没给他压死的 反手能力 其实套博这里还是可以的 赵怀珍夏洛特王兆军这种反手能力 都蛮强的 再加上有太义珍的大招 可以复我再拉起来打第二波 是的 主要看配合了 是的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能先手打掉一个 可能是最好的 嗯 莱细奥在对线上打算上下 你觉得怎么样 因为莱细奥其实我 玩了很多场 怎么说 那你直接说说 我就是觉得这个英雄吧 腾空的时候没有霸体这件事情 让我很受伤 被打下来 但体验服好像有在改动这个 好像二阵腾空的一瞬间 那不知道正式服最后能不能活着出来 但是 这英雄对线其实还挺厉害的 但没有名剩影 再看吧 一级上线还ok 那双尔香这个英雄他从前期到后期都不弱的 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他的操作 还敢不敢打 来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蓝色方杭州LT大额 红色方长沙涛博 看一看这局的赵淮珍 好 进入到比赛 大家好我是小路 大家好我是李舅 常规的一个分线就是 是长沙涛博这里做了一个射手跟游走抢中 还是他们的牛没有选择跟神梦西西抢线 反一下山豪 哎反了一只小的 中路的河道之灵是丢掉了 嗯 是这里开的时候没想到 除非苏梦那里有人帮啊 一般有的时候看到夏瑞特的话 游走会会在对抗路线帮忙 但如果是没人帮的话 其实夏侯敦也没什么可怕的 夏侯敦这个英雄冻上了 空中冰雕 你有迷雾 我有冰雪 是的 谁还没个过墙梯呢是不是 哦决一这局选择了护甲鞋啊 他应该是想要对前打得更凶 跟你去换血 诶 乍天洞 这个一技能的话没中 冰冻牛肉 是的 还是在彼此试探 牛这个英雄选出来吧 总在场上被各种烹饪 不是周瑜就是王道军是吗 对 不是冰冻就是炙烤 是的 确实是一种上好的食材 但是效果也确实是顶顶的 没错 看一下上路 正好是一分半钟左右 然后打野都过来了 献拳是被杭州老干家大哥这里拿到了 又冰冻了一下 下路的对线应该比较有意思 所以小乐这个站位啊 他是在卡一下涛博的转中 这样中线就可以抢下来 这局的话 对抗路应该是不会有太多的碰撞 因为这把涛博是个赵怀真 其实强度也比较高 所以前击想要再对苏默动手 他得问问顾星同不同意 是的 还是下路决议感觉压得很凶 已经给蓝安的雪包压掉了 这不假鞋都出出来了 不得时间往前挤 还得给点压力 但好在决议他有牛默在身侧的话 一个双抗加持 本来也不成虚的 对 而且 他出了护甲鞋的怕啥 他有啥可怕 拉 下后不生怕 还是处在一个慢慢发育的过程 看看小蚁啊 蓝安这里应该是吃掉这波冰线 可以配合一下顾星 把这个吃甲给吃掉 这涛博这个点的话 如果他们想要主动起节奏 还是得看顾星 先手在他这 怎么说呢 这两个队伍族 昨天在看数据的时候 有一个点是比较共同 就是控龙率都不高 都不高 就这个版本他们前期一般都打的比较保守 就两队的控龙率都在14名之后了 保守的话 这把老干爹是肯定不会太保守的 这涛博一会 如果 被对方拿到先手的话 看他怎么去应对 对 因为这个版本其实 野怪变多了 其实你可刷的资源也变多 看看S组的一些队伍 比较说创新狼队 他们对于每一个小野怪的刷新时间 都是把握得非常精准 你得看你怎么理解 怎么说 说的很对 小野怪刷多了 拿的资源变多 所以你可以多刷一刷 这个没错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问题 小野怪多了 如果你打赢了 你能抢的资源更多 也是 是吗 所以 有人说这个版本对线期变强 但我觉得看队伍 对 看人 又压了一套 就等会早点这边一旦动起来之后 老干爹大哥肯定是不会跟涛博平稳发育的 十分钟了 这阵容你要不打 就往地区钻了一会 或者压你的塔 涛博还是空的主宰 他们对于开局的这两条龙的倾向性 就是更喜欢主宰 然后打推进再拖一拖 他现在也抢不到暴君 这种强势度的问题 这也能打 我们见过很多赵卫生家王朝军前期动手 这套这种前期王朝军商业很高 其实我觉得他是可以的 然后包括跟着孙上枪这一路 孙上枪已经打得很凶了 他好的点是他可能因为有一个孙上枪加太义 所以他不怕拖 他愿意打慢一点 这局比赛说不好的就是 就算你发育起来了 老干爹的大额是 老干爹大额的阵容是有能力给你处理掉的 首先就是这个 什么 什么 中期这一关怎么过 大招 他得接的快一点 夏侯敦这个大招你接慢一点 直接就走 他其实尝试了两拨都没开到 下路正常一个2v2 攻本的位置 虚晨卡住了红野区 夏侯敦应该是看见了 动手了 等一下击飞交了个闪现往后 大招跟上 击飞两个 一血 拉回来 回头再给输出 有大招持续霸铁 给了发元气弹 那这波应该是要撤了 我这样 不是个好办法 血线好残啊 冰神都不敢往前挤了 对 开这里再用二者顶了一下 中塔磨掉了半血 临走还给一颗雷 差一点啊 没说就是得反客为主 还是得主动去动手的 就他但是他这个没办法 他也不是没动 他转换一下王昭军他两次都没接起来 还有一个视野的问题 就是工本其实已经在这个红草啊 蹲了好久了 苏默回上 被牵手了 等于什么技能都没有放 我就交了个傻 这波配合也好 夏侯敦这边拆伙拆得很漂亮 然后小洛这里闪现躲王昭军的二间冰冻 对 小洛确实是很优秀啊 这个选手 毕竟是全国大赛的FMVP出身 我下路我还在干扰 压着位置 就老刚才大哥一旦打到这种他们喜欢的节奏里 决意就很舒服 再轰三下接了个大招 给了个复活 哎呦难受 阿龙哥吓坏了 哎呀对不过 对现在已经有点打不过了 这把能够克制到这个莱西奥的可能只有苏默 其他人摸不到他 这局 确实是这样的 他们真的要打还是就是说宝兰这个大核心点 就孙二翔起来之后靠他去打 但孙二翔现在很难出身了 再看中路这一波 顾兴就个自有脱节了 这波动上了 然后伤害也直接灌到了 看一下什么 闪现二一 攻本大招 再锁 逼了一个太一针的神 是再给了一下减速 伤害不是很够 但效果达到了 对 拿一个游走换了一个打野 还是了 刚才大额优 而且把状态压低了主要是 这位置这么轻这个线吗 蓝 有闪的没交出来 这也太一针给了个复活 这个王少军大招盖的位置非常好 带个一枪 夏洛特 极限的输出但还是被带走 这 用了很多的代价和成本在保这个孙上香 这波怎么说呢 这波其实你单看孙上香这个站位啊 他是有点 有点大胆了 这位置说有一点吓人 但是吧 配合上这个王少军的大跟太阵的大的 你又感觉好像 有设计的 没什么问题 对 但 主要是王少军那个大位置好 其实如果单有一个太阴 那里就算复活起来也得死 是的 这口子够窄 对 但看着还是有点 惊心动魄 毕竟他们现在是一个劣势的状态 是的 还是视野的问题吧 我觉得 陈奥涛博 每一波团战都是在打没有准备的 价 这个经济啊慢慢被拉开了 有太乙的情况被拉开 而且沈梦希的经济现在跟赵怀真下落特是吃平 是的 这个很恐怖 拍完之后大招再过去还没有被动到 赵怀真交了个二往后拉了一下 对 看一下苏默这个位置应该要远处反正传下来了 有队友站住中右的草 跟河道 要动龙 这是十分钟前最后一条小暴君了 拉两个 没人接 哎 小的大招起手 找到了孙上香逼出一个闪 开的这边二闪没顶到 被赵怀真一进拉了一下 风针了 赵怀真收掉牛魔的人头 这波开的有点着急 因为跟不上 这波没法接 想从蓝区切一下 然后卡住了下落特的位置 中塔是成功拔掉了 而这个位置 就是小洛这里逼出了蓝的闪现之后 就差不多了 拿塔就可以了 这波夏侯敦这个 来势汹汹 对 因为卡能得顶到的话 那位置不确定是不是一定能跟得上 嗯 点 有大招 小洛这个夏侯敦看着真舒服 就是 没有不是说他特别惊艳 但就是能感觉他的基本功很扎实 对 就是他该带的地方一定在 然后该给的技能他一定给 他的技能释放的时机啊 包括去规避控制啊 什么时候控往哪里拍啊 能感觉到这选手基本功确实很扎实 顺滑 这种看着很舒服 而且 因为这把他们打的是一个双前排嘛 他和开这里 哎 看一下这波固形被开了 视野探的有一点点拼 但是 还好有霸体 还好是赵怀真 来笑跟了个大招 但是只下了一半的斜线 这个蓝buff是成功反了下的 他现在的装备是热物刀案以战斧加一个爆裂 这个是我们之前聊到了这个版本啊 因为呃 现在赵怀真大招 他的免伤其实下调了 蓝安这里没有选择碎星锤啊 暗影战斧 是要直接锤吗 那你直接锤的话 这个点其实碎星锤收益感觉会更高一点 他应该是想要再看一下局势 其实现在路人排位当中特别顺的甚至还会出气血 哦 反手大招 节拍一闪拍起来两个 再见队友的控制 牛膜再顶两个 那没顶到孙儿香 这一波沈梦希和莱笑位置有一点偏 不是 这一波主要是你攻本跟不上 对 关键的控制键没有衔接上 把状态打低了 又是把状态打低了 不活 大招 那这个龙是抢不了了 潮怀真有想抢的意思 想配合王昭君搞一波 但这个想抢可能会出事啊 没填到 空到啊 空不到就有点费劲了 反手再顶开得非常果断 杀怀真这里是跟队友脱节了 带我已经拉了一下什么东西 一颗雷收掉他人头 好在这一波孙上香没有往前挤 嗯 老干内就是在这下套呢 就是老干内大哥在开团这件事情上 他确实从来不犹豫 所以他有时候会有一些失误啊什么的 但是你既然他你想要看他果断 就得允许他失误 就猫一只开团就是非常果断 而且敏感 他对于这种开团时机的把握 可能因为他经验比较丰富 抓得比较准 其实因为跟Kat一起解说过 我觉得他对于局势的这个掌控 有点像开天眼的那种感觉 老妖怪 对 真的就是像他 我记得那次采访他说的 就是老选手他对于这种赛场的积累 已经是足够了 他要的就是一个清醒的头脑 没错 12分钟 现在经济上 杭州老妹大额是领先了两千左右 这个位置龙打了一半要转到中路局下 我们大招先拉了一下 杭州牙卫之牌 什么叫雷砸下去 但是蓝的这里状态还不错 用王昭君大招分割一下战场 继续开了 但 韬国这里想要再进就有点难了 王昭君也没有大了 槟城这里救赎也用掉了 老是暴君还在呢 上带着暴君buff的 双龙到手看一下暗影之境怎么放 看一下这波回放 虎兴一个人在槽里 一间的拉了两个 然后没有其他的技能控 决翼在侧面压了一套伤害 配合到什么东西早点的伤害 瞬间拉满 松莫不在 然后他想从篮区切的时候被制成卡了 对 这个位置 说实话 太危险 这个口子能保孙上香也能害孙上香 然后再看正面 现在已经 黄州老跟大哥已经押到了上路去了 爱之间放在上路 这个位置 沈梦西又得厉害哦 凌晨的救赎好了 哥用他的盾 牛魔打招也拍完了 王昭君的二战没有动到 那这一波龙 长尔套波应该是可以清掉 中二是不要想了 但是技能交完了 王昭君现在没大 现在高低保守 所有的中立生物 那套波拿不到 带线的优势 夏尔特出不去 没有选择继续压 开不开 开的这里没大 感觉又陷入的 到了跟上一局一样的境地 怎么讲 就是到了大火器被关在了家里 就明明是个应该我比较灵活 然后带线出去找架打的阵容 前期还是出不来 效果 就还是这个问题 本来应该是我先动的手 不能不能这把吧 不能太弱势 他这把还动了 combo没接上 对 这比较麻烦 动的不够统一 决意上很高 反正是老干天现在打出气势来了 然后中期什么东西的这个伤害量起来 然后再到现在莱西奥都起来 莱西奥现在什么装备 三剑半了 伤害有点好 已经有破晓了这个莱西奥 装备确实有点好 一万了 但别几算 像有一半经纪哦 不是没有翻盘点 卡格子了 现在在憋破晓 憋吧 高地都还在 问题不大 其实这两条龙 老干天打出来的效果不是特别好 高地都没掉血 这波动到了 动的是个小鹿 什么东西给了个二一 直接把顾星给赶开了 轰巴肥给你翻掉 啥都别想给 还笑好凶啊 开的又动上了 问题不大 网昭军这里只敢丢了一个大招 孙上枪是不敢进的 我们还得在高地等一等 我觉得现在 他不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就是我即便孙上枪的装备起来了 我不知道 该何时动手 我觉得现在可能主节奏要在蓝手里 什么时候能打 我的位置合适了 一直在还是得 反手为主吧 还是先手接不起来的 而且拆火的人 在老干爹大哥这边还蛮多的 主要是这个工本家牛膜 对 怎么破 像下猴也能拆 但小乐这把他没想着拆 他就觉得哎呀 后面有大哥们保着呢 我这把就想着几师爷往前挤 开就完了 动着我们家的射手往前旋转 老师套坡得敏感一点 老干爹这个队伍是这样的 因为我最近看他们比赛太多了 他是两面的 就你看他在干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跟你说这这个队伍 他永远有一只眼睛在盯着你 这是他随时准备开团 他有个监控器 不是他太爱开团了 哎 这一波夏无敦被动到了 险阱上王昭君的大招 哦呦赵海珍这个点都是吃的消 但是 木火给了石猫星给一颗雷 但是 四射手上有一技能已经滚开了 他开团啥也没干 吃个雷吃这个绝翼两下 再吃一个这个绝翼的大 冰城有个救赎物 但是他救赎这个盾啊 只能挡石猫星一颗雷 然后还有后面有个来笑的大招追踪 没错 这叫日落海烟花秀 绝美的烟花秀 但是 看着他某人心里有点绝望 他带了个炸弹的 什么心里在这个位置啊 哦 这一下大招伤害 终结的人头 他在上面帮忙卡位置 给视野 但是没有人可以接他呀 也行嘛 他等于说 还打 少个人要跟你打攻击 进来找这顺秒 带定 反手一个斗男 小刀不是特别好 小刀切进去了 一个人怎么行啊 决一闪现过墙 打输出 先点出一个排阶 之后飞起来要找苏尔香了 小刀跟进去 再拍手 闪拍 带走 三十五度角 闪现拍起 精神把控 就早点倒了 根本无所谓 早点等于站在那个位置 牺牲自己 给了个视野帮队友拿龙 拿完龙之后 四个人照样开你 根本不管 决一斤打疯了 让我们恭喜 杭州老干街大龙 获得了第二局比赛胜利 顺利拿到了赛点 哎 最后这波团战的配合呀 没错 这局5 MVP给谁 不知道 但我心里的MVP 其实是 可能我会觉得 我给这个夏欧敦 我觉得就是他把自己 该做的事做得很到位 先手 反手 拆伙 给视野 什么都干了 我觉得最核心的是视野 所以让涛博这把 丢失了赛场的主动作 作为一个新手来讲 基本功很扎实 我觉得就是一个 很值得去夸奖的点 那一起来听一下 评论系三位老师的分析 怎么看这把两位 我还觉得其实今天老干爹的状态是很好 嗯 就是像刚才我跟李久的看法有点类似 我也觉得夏欧敦该做的都做到 但是实际上赤城他打得也很好 是 他在这边一家红区那一波 一个打两个 后面还杀了一个人 对 差点其实就双杀了 嗯 其实后面 那我打完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 那个 庞长透波在这边的上半区 其实一点一点 一点作用都没有了 没声音了 是 而且而且我们其实就是场中的时候 有一张那个 就是走位图嘛 你可以看到其实老干爹 今天的思路非常明确 你苏莫为核心 那我就逮着你苏莫打 他就是他那个热点图 全都在中上中上 他就盯着你嘛 就靠我 你一喜欢玩战兵 我前期坦面就是 比战兵的来的强势性的多 对 让你也去这边的上中 上中给四野 然后下路的话 就正常上二倾限嘛 嗯 然后上半图有优势的话 你这边 长透波这边 中期其实没跌动 一点跌动都没有 对 怎么看赵怀真这局 这个要不然一练 这个赵怀真 我说实话 他 他这把其实 他有好几波想吃 跟王兆军配合 但是其实都没配合上 那中期然后 战时也还被挨毒打嘛 比你对面双前排 就其实还是 感觉对他的影响挺大的 就唯一一次 接上康某的那一次 就是最后一波嘛 最后一波 终于接上康某死了 打了一个什么戏 对 结果牛某直接 直接开了三个人 因为你技能教完了呀 没有技能了 你全这些小技能 而且孙患相当的话 那边的伤害 其实挺被控股 这样克制的 嗯 起码一个我的感受是 其实有好几波 赵怀真跟王兆军的配合 就如果是没有削那0.25秒 好像是能控制的 其实但如果 但是现在其实出了个阵性鞋 可能就那0.5秒钟的 控制时间 那可能有点不太够 对 有点难控制上这两个英雄 就而且有一点嘛 就是就这把是 涛柏其实在前提起视野的时候 真的是 遭了好多罪啊 因为工本在那个时间点 实在是太过于强势了 在正面有夏侯加牛膜的一个情况下 LGD在中所中用的这个视野的控制 全是非常的好的 夏侯很早就出来放线了 对 你这边的中轴 包括那个红区上草那个视野 全是老干爹的 嗯 你这边想几视野 哎 就会被对 就会被打了 但是你如果不几视野的话 你全是处于一个那个 一个是被动的状态下 但是就是赵怀真在这个改动之前 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compo其实每一次都有接 只不过没接上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改动对于战队来说 其实他还要花时间去练 我觉得这个compo有点像什么 孙斌加吕布 就是你实际上不可能再有时间给你反应了 而是你基本上 那个技能是要同时交的 对 他这个就是容错率会变低 就是更需要更需要你团队的去pick 去把它练出来 对 就用是能用的 但是整体就是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去找到那个感觉那个状态 因为毕竟这套compo不是一个人打出来 是两个人要进行配合 其实这把还有个点是什么 就是赤城这局 公本五脏 就大家能为什么就会觉得说这个版本 公本 赵怀真 凯 这种英雄 包括那天出的这个白起 就为什么会有这种英雄的上场 也是在于就他的一个中期的功能性和伤害 包括他的功能性是很明显的 帮你的技能 就是有一两个技能没有给我的时候 我公本的机会就来了 本局 MVP给到了Cat 牛魔 其实也没问题 因为我觉得这一场 大家其实都发挥的很好 只不过说有一些 可能我们看到的点 就是有这个小洛比较出彩 有这个公本也很亮眼 对 那牛魔最后一波 那波直接是 直接终结一波有一个系列 判断为主 因为你是一个少打多 对 就是这个你 我们看起来可能是说 你可能是不是前面他们那么出彩 但是你要知道 你是在减员的情况下 切你阵亡的是一个中路 是一个大L1 前期你真的没什么办法 这波还是在 先减一员的一个情况下 两次 这是第一次 暴君的拉扯 这波是 这是第二次 第二次 就是最后一波嘛 因为首先 公本就是没有什么 血量上的问题 和技能CD上的一些问题 这种时间如果果断打 打对方措手不及 反应不过来 来听下本场比赛的语音回放 四个人也是能拉扯的别怕 小龙小龙小龙 nesse 我还是得先打人 我还是得先打人 兄弟 我顶他了 他也很殉 没附我没附我没附我 打人 怎么打人 全部得打人 总的 把他放进了 还是四打四 还是四打四 那他也废了 我10秒大 宫门你要算你告诉我 我要算的 你能站大手吗 你不站大手 我站住了 王德哥很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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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拉手 是王军该 拍下了拍下了 宫门在右边 在右边在右边 在右边 OKOK 不是我们动先手 等我们宫门找个侧面位置 我们就动先手了 就是龙拉门 这个宫门不用盯的 宫门专门不用盯的 等我去侧面 给你 没散 打龙打龙 他没闪 他没闪 他也没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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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来留 他也没闪 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 双枪双枪 双枪交散双枪交散 没复活的 我有一闪 我有闪 先打前面 先打前面 就打前面 先打前面 复活没了 我打双枪了 双枪双枪 没闪的没闪 拍了拍了拍了 漂亮漂亮 上了一波 打得太磨叽了 那不我们中塔越的太伤了 我们中塔 把双枪做了 红圈是我们的 蓝圈是我们的 哇 我知道为什么可以看他了 对 就我觉得其实 首先几个点啊 第一个 他对全局的一个掌控力 是很 就很优秀的 因为他对于说 我不管是少人还是怎么样 他都有判断是OK的 第二个 他也知道了 全局唯一一次失误 是在中路 因为其实我跟Elean在下面 我们也讨论过 其实你在那个时候 对方减员的情况下 你是双枪吧 你可以把视野挤过来 双枪是不可能 在那里去偷兵线的 对 就是 还觉得自己打的磨叽 我觉得这也是LGD 我觉得现在状态 可能调的如此快的一个原因吧 因为复盘的很快 就你都不需要 可能教练 在这个赛后给你复盘了 就直接在水晶爆炸 那一刻就觉得 那波可以打得更快一点 对 队员就知道了嘛 错过在哪点 下个点就直接 那个就是补一下就好了 是 而且其实LGD 给大家很明显的感觉到 这两把这两局嘛 就是起码 我觉得第二局的状态 又比第一局更好 嗯 因为可能第二局的这个整体的状态的打点 可以更加的清楚 更加的清晰 因为第一把是个刘邦兰嘛 你不要依赖一个软进场之后 跟刘邦的一个combo 对 而第二局是一个牛魔加工本加下吼 是一个非常主动的阵容 就我觉得现在对于LGD来说 还蛮适合的 这样一套阵容 那么本局有一个人员轮换 已然上顾星下 怎么看这个人员轮换 可能是觉得 下面要拿一些野核阵容了吧 这样的是换一下打野 可能一个是野核的属性高点 一个可能功能 一个功能的打野子属性高点 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点嘛 就今天LGD这边看得很明确啊 你顾星上 本身你顾星以前配这个苏大将军 就是打一个战鞭加这个坦克 就节奏野的一个组合 那现在的话 我就逮着你节奏点打 那我对方的教练也是察觉到这一点 我要做一个轮换呀 我不做一个轮换的话 今天可能就这么被带走了 可能发现了嘛 你一直在盯着苏默这个点 那我寻思着把苏默这个点缓一下 我把这个节奏点放到 可能换到一个打野身上 对 来个野核 让野核来带节奏 其实涛博这两局打下来 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缺陷 就是前中期没有节奏 就是没有人能站出来 去扛这个前期的压力 把这个大技给他支愣起来 第一把需要老夫 怎么打老夫怎么打出来 第二把是需要赵怀珍跟那个王兆军 但是配合一直没配合上 我觉得第二把真的 可能是因为这个改变 就这么点时间 其实可以看到 就我们虽然看没有中 但是每一次赵怀珍在动手的时候 王兆军也有跟 就是差那么一点 老是差一点嘛 就是那个拉回来的时候 就差一点点时间 对 就要更好的配合嘛 后面还能去练嘛 对 其实我觉得其实涛博在 就第二把有一个也很明显 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是在于就是 打野单人想要去挤一些视野 就我们也知道这个版本 赵怀珍本来就有一个 免伤大招的一个改动 一个下调 所以其实对于赵怀珍 本来说就有点危险 在其次对方是一个 可能先手能力比较强的 一套阵容 爆发也比较高 对 所以你就是还是要在挤视野 包括在河道走的时候 要做更多的一个自己的判断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点 同时要感谢官方协谱合作伙伴 普玛 请礼支持 除了标配 超神开黑 先来为赢 实战休不停 微信搜一搜 腾讯网卡 免费领取赛事官方 团战卡 更多福利 等你来临 KPL春地赛上海主场大屏 由周明科技提供高清显示 细腻转播 为您呈现 王者时刻 看2023 KPL春地赛上 BliBli 55直播间 移动端观看直播 参与弹幕投票 为您支持的战队加油 当然现在其实对于 涛博的这个局面 已经比较严峻了 然后在目前的情况下 也是 我觉得可能在下一局 就当拿到野核的时候 苏默可能拿到一些 坦边有控制的时候 需要更多的站出来 带一些节奏 比赛马上开始 稍事休息 一会儿回来